那附近的民众随时等于是12个小时 16小时 这晚上在你们都可以去量学 志工一脸苦恼 向新北市议员陈宜君陈勤 希望能保留位在原野公园旁边的 北新社区关怀据点 原来这座公园内部即将兴建活动中心 到时候公园内部的原有建物 可能将被拆除 而这座关怀据点也恐怕会面临拆除命运 北新社区关怀据点 长袭生根照顾林立 无论凉血压服务或亲自送餐给独居长者 都有他们的身影 如今全英新建活动中心 导致无法继续驱离活动 让他们非常为难 而陈宜君承诺 绝对会尽力争取 保留关怀据点 因为要取得使照 那周边的一些 好比说没有执照的 好比说这个厕所他会拆除 他们是不老职工长期 都已经在做这个社会公益了 那我们希望说提供他们 在未拆除之前 赶快跟我们区公所 协助他们有一些安置 江北市民活动中心 预计在5月19号正式发包 到时候公园内部 所有的地上建物 包括这座废弃的天文台 都将被拆除 志工们阴影期盼 废弃的建物理当拆除 但对社区利益良善的关怀据点 是不是能网开一面 继续在社区里面驻足 凯博大台北数学新闻 王胜欣采访报道